台大机械系在国客会的支持下 成功打造台湾首创自主研发的AI机械狗 目前具备动作教导、AI视觉语音等功能 未来也可以搭载各项工业用途感测器 进行工业巡检以及勘察 预计年底机器狗将升级爬楼梯等应用的功能 AI科技快速发展 也逐渐触及自各产业应用 其中科技狗更是近年国际坚守瞩目的焦点 29日由台大机械系教授郭重显研究团队 与国客会共同发表台湾首次自主研发的AI机器狗 一同展示宠物型和工作型的成品 能使用摇杆操作 也能搭配虚拟眼镜做监看 国客会工程处处长李志鹏说明 台湾成功自主研发是一大里程碑 本土研发未来能减少庞大成本 也可以针对本土的产业进行需求调整 加速台湾各产业的应用发展 这个机器狗在国外已经发展多年了 所以国外我们都可以看到有非常具体的例子 那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产业的需求 马上来做出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国内自己掌握这个相关的技术 对我们整个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成本低而且更加的有弹性 国外机器狗发展热络 应用在电网巡检 甚至是灾难现场的勘察 都能有效帮助降低专业人员的危险性 研究团队自2022年起 投入AI机器狗研发 目前虽然两款机器狗能处于雏形阶段 不过已经透过国科会产权合作 及业界厂商投入 正加速机器人的研制 郭崇显教授指出 国外机器狗应用范围广 国内却因为价格昂贵 维护与扩充成本高等迟迟无法引进 若机体平台建制顺畅 未来更多企业投入 将可以帮助台湾各产业 扩散更大的效应 这样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高负重 高重复性高危险性的工作交给机器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整个产业是以这样的思维 最后再来想想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生产效率提升 降低人力的成本 最后郭教授也说明 预计年底会让机器狗学会爬楼梯 并展开场域应用测试 明年则要具备自主送餐 自主巡检等功能 未来希望导入防水防尘甚至防暴等级 将能让更多单位使用 记者薛峰台北采访报道